第十八章 精力旺盛的感觉真好 吸烟会对肺部造成损害 这是绝大多数吸烟者都清楚的 吸烟还会导致精力下降 对于这一点 许多人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吸烟陷阱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吸烟对身体和精神的影响 都是积累性的 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影响 还以为我们仍然处在正常状态 这与不良饮食习惯的影响十分相似 由于体重增加的速度很缓慢 我们完全感觉不到警惕 看到挺着啤酒肚的大胖子 我们总会想 他们怎么会任由自己的身体变成这样 但是假设 这一切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假设你上床时体重65公斤 肌肉切实 没有一点多余的坠肉 起床时 你的体重变成了85公斤 浑身都是肥肉 还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 一夜的睡眠并没有恢复你的精力 反倒让你感觉昏昏欲睡 几乎睁不开眼睛 如果是这样 你一定会非常惊慌 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 如果这样的变化经历二十年 或许你完全注意不到 吸烟也是一样 如果我能让你瞬间体验到 戒烟三个星期后的身心状态 那我就用不着 进一步说服你戒烟了 你会想 我真的会感觉这么好吗 反过来也就是 我现在的情况这么糟糕吗 检验后 你不仅会感觉更健康 精力更充沛 而且更自信 更放松 感觉也会变得更加敏锐 年轻时 我曾经很喜欢运动 但在染上烟影后的三十多年里 我几乎忘记了运动的感觉 我每天都生活在疲劳和困倦中 每天上午九点 我才挣扎着起床 晚饭后 看着电视 五分钟之内就会打瞌睡 我父亲当年的生活状态 也是这样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 我以为精力旺盛是孩子和青年人的专利 因为我的精力是从二十多岁时开始下降的 戒烟后不久 我的肺病和咳嗽症状都消失了 哮喘和秩序管言也不再发作 与此同时 我还体验到了另一种神奇的变化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起床 感觉精力充沛 浑身充满了活力 甚至希望能出门跑跑步 或是游游泳 四十八岁的时候 我连一步都跑不动 游泳更不用提 能称得上锻炼的活动 只有保龄球和高尔夫 而且打高尔夫的时候 还得坐在电动车上 六十九岁的时候 我每天运动半个小时 还不包括游泳的时间 经历旺盛的感觉非常好 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 问题在于 当你戒烟之后 这些变化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而是需要时间 不过远远没有你吸烟的时间那么长 如果你使用的是意志力戒烟法 或许在健康或经济状况方面的好转 会完全被戒烟法导致的沮丧情绪抵消掉 不幸的是 我无法瞬间让你体会到戒烟三个星期后的感觉 但是你可以 只要相信我的话 那么你要做的就只有动用你的想象力